這就是我們今天的開箱跟分享影片 這就是我們的快速開箱跟分享影片 如果你想要看更詳細的測試 你可以去看看我第二個工作室頻道 那裡有更詳細的感光元件測試 這就是我們今天 如果你想要看更詳細的感光元件測試 你可以去訂閱我的 如果你想要看這台相機的 如果你想要看這台相機更深入的感光元件測試 你可以去看我的工作室頻道 那裡就會有更詳細的動態範圍 感光元件測試 但今天我們的快速開箱都到這裡為止 大家請問這個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們頻道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 如果你想要對 你想要 如果你想要更知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深 如果你想要看更深入的感應 如果你想要知道這台 如果你想要看更 如果你想要看這台相機更深入的測試 像是感光元件 動態範圍 雜訊等等的測試 你可以去訂閱我的工作室頻道 所有的測試都會在那邊出現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這一個快速開箱 跟分享影片的 如果你想要看更詳細深入的測試 你可以去訂閱我的工作室頻道 這台感光元件 動態範圍 雜訊等等的測試 都會在工作室頻道上面出現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快速開箱跟分享影片 當然喜歡這支影片按個讚 訂閱我的頻道 可以看更多的相關影片 這裡有一個全部都是開箱影片的playlist 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 My name is Kaiyuan and I w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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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